大家好 欢迎收看自由中国之声台湾战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徐子韦 那延续到刚刚的这个 有关于台湾选制的讨论 那接下来我们还要再想要继续请教智语 就是有关于台湾小党怎么样生存这件事情 就是想要再继续问 目前台湾的这个 不分区能够分配到的门槛 依旧还是5%对不对 对 5% 5%在当时学界讨论来讲 还是是不是一个过高的门槛 其实这个是参考当初德国国会的不分区门槛 德国也有一些门槛 因为如果真的太低会变成小党领利 你的立法效益可能真的会下降 再来是我们担心极端的事情 例如说以德国来讲新纳粹一直都存在这种威胁 所以他们才当初那就是5% 如果你有那你当然就可以这样 如果你选不到那请就下次再加油 OK 那学界目前来讲台湾学界有觉得说 就是参考过一些实物 这几年运作了好几届的经验之后 有觉得5%还是一个过高的门槛吗 这其实要看不同学者当后不同看法 但是其实从上次来 慢慢有一种声音浮现就是 5%可能对目前台湾小党真的太困难 所以当有另外一个搭配方案就是 你领选举补助款的门槛降低了 降成3.5% 所以就像是绿党 社民党 新党还有台联 都是可以领选举补助款 而且你只要打到这个门槛 你下一次立委参选 你就可以不用提实习区域立委 你可以直接提不分区名单这样 这点其实对于小党非常的重要 因为目前规定就是 如果你没有达到这个门槛 你需要提实习的立委 区域立委 等于说一席区域立委的保证金是20万 实习等于就200万 对一个小党来讲 要缴出200万保证 而且你在区域是没有当选机会 你20万可能就被没收了 所以对他们来说相当大的经济负担 另外一方面就是台湾的保证金的制度 在这个全世界来讲的话 这个比例算是高的吗 其实当然也有些国家是很低的 就只要缴一点点就可以参选 他们是认为说参政权是基本的人权 也鼓励大家参政 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对话的过程 但当然也有人认为说 基本保证金其实预防人家来乱 这样子来乱的 也预防一些极端势力的参政 但当然在去年的直辖市场选举 范云就提出了类似问题 他就打了实现官司 就认为说目前这样子 直辖市场200万的保证金买是否过高 我觉得这其实是可以讨论的 是那从这个一般的理论来看的话 就是台湾的这个不分区 有没有可能就是直接用 完全按照比例来分配 这个非常好 这其实是一种选制 台湾就是俗称联立制跟并立制 是 并立制就是你的区域归区域 不分区完全归不分区 这两块等于像是两块蛋糕是分开的 你区域选多少就选了 然后这块再依照你的不分区得票来 这是台湾或日本 另外就是德国所谓联立制 是 你的政党总席次 由你的政党选票来分配 例如说好 假设我今天拿到的是 这国会有100席 那我拿到了30%的政党选票 那就代表我总席次有30席 我在区域假设当选15席 那另外15席就从我的政党名单去补 这样子 OK 那我另外很好奇 那假如说就是你是在这个区域 你是五党级的话 等于是说 这个其实最后这个区域的 国会的size是会浮动的 会浮动的 举例来讲可能会有超额 例如说像前几年 德国的CDU CSU 基民党联盟选得非常好 他们是爆的 那总体他们在区域 就已经选得比他们政党票好 但你总不能去没收 已经当选的区域席次 所以就变成说会有超额 所以每一届国会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会多几席 可能会少几席这样子 所以按照你的建议的话 其实台湾的国会席次 不应该要绑在宪法 应该是要有些浮动的空间 对不对 对 这其实是可以考虑的 就是台湾其实当初修宪的时候 把国会席次绑死在现场 现在看来是有点不好的 其实早在2014年的时候 当时的民进党主席 苏贞昌旗就提出来说 考虑到现在国会减判 其实造成了一些问题 是 应该可以考虑再把国会适当的调整 增加一些席次200席左右 是一个很好的 他当初其实是200到300席 那目前来讲 这个目前立院相关的讨论 有从即将讨论吗 基本上没有 错过了当时苏贞昌提出的那个时刻 当时苏贞昌提出来 基本上是在太阳化学院后的宪政时刻 台湾其实那个时候民间有一股讨论 是否要修宪的契机 但很可惜 我们并没有把握那个时刻 那过去了 现在看来没有足够的民意 要去推用这件事 立法院也没有打算这样推动 OK 那这个我们在实务上面来讲 也会遇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就是到底所谓的民意代表 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到就是 民意代表有时候 例如说我们遇到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像是黄国昌 黄国昌经常被人比较诟病 就是他好像不太做选民服务 所以说他的很多人就会说 他其实这一次选系纸 这个选区可能就不会上 那到底国会议员他的职责上来讲 就是需不需要和当地的选民有些连结 或者说还是说我们就全部就是 就是不用划分选区 全部交由不分区来 来决定这样会比较好 可能不好 因为其实很少国家讲 绝大多数的国会 一定还是有一定的区域力 尤其是怎么办 多或少 这样完全的地方 其实参议院他也代表州 那他可能是州立 他在每个州还是会有办公室 去设 然后关系这个时候 经济发展怎样 我们是不是哪边 例如说要争取一些预算好 回答你的问题说 那选民服务的比例 其实从理论上跟实务上来讲 选民服务都是 议员去接触 跟了解选民的宝贵机会 我举个例子好 其实在英国也有类似的制度 如果你看过 之前很红的BBC影集 The Bodyguard 就有一个情节是男主角 趁女主角前夫 也是国会议员 在做选民服务的时候 去跟他对职 在英国也有这样的选民服务 就是固定时间 他议员会提早公布说 我是例如说某某某 我在几月几号晚上几点 会在社区活动中心 举办一个选民服务 那你可以来跟我讲讲 这时候你什么可以 例如说你可以去跟他谈说 我们家这条巷子 有人乱丢垃圾怎么办 或是晚上附近有青少年犯罪 有人喷漆 这种处理 你也可以跟他讲 他会帮你处理 他会有case officer帮你处理 再来是你也可以跟他谈国家问题 例如说你可以跟他谈说 我对于现在英国健保 有不同的看法 认为说可能要增加预算 我在医院等很久 这种大的国家政策 你也可以去跟他谈 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对于国会员来讲说 你可以了解说 我的选区有什么问题 他们需要什么 他们对于国家政策怎么看 这都是一个宝贵的机会 而且台湾人对于选民服务的看法 其实比较复杂的 可以分为两个 一个是台湾人其实会批评说 另外一种批评是审议说 立委做太多无谓的选民服务 例如说最有名 最大的批评当然就是跑红白帖 但是跑红白帖 其实我认为选民最终是要负 比较大的责任了 因为其实选民民众爱面子 发了这些红白帖给 国会议员给立委 那他们不来又会有后果 那今天假设是你设身处地 是你在竞选立委 你跑不跑红白帖 这其实是一个压力 再来是跑红白帖 里民活动庙会 对于没有经验 没有钱的新人来说 是一个很宝贵的 因为这是公平的 只要你肯跑 你这种资讯通常找到 你可以去找人握手发面子 这是一个成本低 又可以接触到选民的机会 是 OK 了解 那接下来呢 我们想回到头来 想要讨论一下 就是之前 现在之前曾经是 也是国民党中候选人的 这个王金平的案子 就是王金平那个案子当时他是这个用不分区的立委进去的这个席次案子 那当时一个讨论是说他因为被撤销党籍嘛 所以说他当时又去打这个相关诉讼就保留党籍 所以他当时又保留这样位置 但他同时又还是拥有这个总统的立院的这个位置非常重要 所以我那时候很好奇是说 这个政党对于议员立委的这个影响性 到底我们是选民是要选的是这个政党理念 但万一这个政党理念的这个 他们的中央政治操作 要把一些人黑箱或是怎么样的时候 那又会该怎么办 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就要回到 所以来谈所谓的柔性政党 那种刚性政党问题 所谓的刚性政党就是指党纪比较强的 通常这种像在英国这种就是典型很强的 会有党边打电话去提醒你投票 然后跟你讲不投票会怎么样 我们下次可能不提名你啊怎么样 其实台湾也是这样 就是你不投票 党会处理 例如说罚钱 你下次不能选 先选委员会就是真的下次 可能就不提名你了 这都会有 但回到你的第二部分问题 就是所谓的党义跟民意的两难 这其实很难处理 这是永远的两难 就是说除了党义民意外 有时候是地方选区跟全国的民意是不一样的 是 再来是你自己可能跟党义也有不同 因为你自己个人的看法会不同这样子 但当然有好例子也有坏例 就是说最有名是318的时候 国民党的立委们要强度观察 去通过服貌 这是明显的党义跟民意的问题 在另一方面也有是民意跟党义是好的例子 例如说在修劳基法的时候这个争议 民进党立委林淑芬就是跑票 他不支持民进党修改劳基法 那这个对于如果你是关心劳权的人 你会支持林淑芬这样做 所以党义跟民意 其实永远都是一个国会里的两难这样子 OK 所以刚刚前面这样讲 所以说政治理论上来讲的话 会比较容许觉得说 用党团的党义 就是去决定一个人的决策 还是说就是决定这个政策的决策 还是说就是容许有个人的这个不同意见来讲 会比较好 这没有绝对的好坏 这其实要看 例如说好 党义很强的 我们可以看例如说像英国台湾都这样 就是基本上是照党线投票 但另外一种就是有时候党根本管不住你 极端讲美国就是这样 就是我要投什么 不管党是 就是我今天 因为我可以跨党去投这个法案 甚至有时候党推这个法案 我自己都不支持 也有这种极端的case这样子 为什么 是因为提名我也不太吃党了 第二我支援募款 为了靠自己或靠我自己的那个super pack 所以我根本不党 有也很好 那如果真的不行 也还好 我在地方还是可以生存的下去 我初选可能还是可以过这样子 OK 那接下来呢就是想要再去问 就是这一次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跟前面讲到复苏选区 可能也有点关系的事情是 这个到底台湾如果说改成两轮投票 或者是用顺位加权的方式 会不会是一个就是 大家能够选出自己比较理想的人出来的方式 这实务上来讲 理论上应该就 要分实务上跟理论上来讲 好理论上来讲 这个让选民可以选出 他比较能支持的人 或者他比较不能支持慢慢排序 但是实务上我觉得很难讲 因为修改选制 需要很长时间的宣传跟教育 你考虑到上次公投的问题 投开票是拉这么长 如果现在一昧突然改选制 选民有没有办法适应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回到一开始问题 选制会影响政党生态 你支持怎么样 是两党制或多党制 也可以配套你支持的选制 OK 那目前来讲就你的观察 台湾的民意上来讲 对于两大党看起来 都有点这个厌恶厌倦来讲的话 那接下来这个台湾民意 有没有可能会是 什么时候会是个转列点 就是是厌恶这两大党 然后有办法就是进行 推动国会进行修宪 你预期在接下来的 例如像是总统政见的发表 或者是在接下来的国会选举来讲的话 这会是一个话题吗 在总统的话我认为可能性不大 在总统上我认为主要的政见发表会 或是辩论上问题会回到 经济和两岸层面上 会是比较大 但是在国会的部分局选举 我认为有可能会有小党 例如说时代力量 很有可能会提出 相对应的修宪的考量这样子 但是这样子必须诚实际上 通过的几率不大 考虑到台湾目前修宪的门槛非常高 所以很困难这样子 你刚刚一直强调 就是台湾的当时的修宪门槛非常高 所以说台湾的修宪门槛 放到国际上比例来讲 也是非常非常的高 对相对高 就是台湾的宪法其实很妙 在90年代修了很多次宪 然后现在都变成几乎修不动 变成有人想有 宪法可以封为柔信小杉和刚宪法 刚宪法就是门槛很高 相当难以修改的 柔信小杉就相对很好 极端例子是有些国家的宪法 甚至就跟一般法律一样很好修 但有些国家的宪法 就像台湾一样非常难修定 那政治上来讲就是面对宪法 到底就是是刚性宪法比较好 还是柔信宪法来讲 是会有比较多的这个弹性上来讲 处理会比较好 这问题很好 这其实要看宪政学者的看法 例如说有些国家他的法 他其实没有想法极端例 像以色列他做基本法是这样子 那他们当然有些情况下可以修宪 所以增加一些条文这样 但是柔信小杉有点就是容易征修 你可以与时俱进 但有时候刚性宪法是等于说你国家有个基础 这基础不会动 那大家有一个永远的reference point 这也是一个好事 不过台湾好像感觉上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除了这个修宪门槛高不高的问题 有时候问题好像变成是刚刚你刚前面提到的事情是 我们把一些很细节的东西都规定在宪法里面 这个台湾目前的宪政记者 宪政的这个学者有提到这件事情吗 就是规定的东西太多然后又太难修 最明显的其实就是回到立委席次的问题 台湾是把立委席次完全写进去了宪法里面 就造成现在即使我们一般想要修改 让立委席次增加也做不到 再来一个例子就是投票年龄 台湾投票年龄也写在宪法里面就是20岁 之前在生意八后的宪政时刻 其实也有讨论就是说 投票年龄是不是要比照国际趋势下降到18岁 但是因为要修宪 修宪的时期就有很大点 民进党这边希望就是单独处理 就是我们只把投票年龄下休到18岁 国民党其实希望包裹出去 加上不在即投票一起处理 但是不在即投票在台湾相当大的阵益 因为有许多台湾人是履居于中国的 就变成说那这个投票争议 万一中国透过不在即投票干涉选举 就变成不在即投票造成当时修宪的 讨论破局的一个关键 好 谢谢志宇 那我们下一节节目再回来探讨更多 有关于就是台湾选举制度的问题 我们等一下见